我们有的投资者犯了一个毛病是什么 涨的时候不敢买 真的下定决心一买的时候 结果变成了高位了 就低位的时候 一看这股胖能涨吗 其实就是没有发泄的眼光 我们在一月之前就天天在讲 五月份是属于政策的真空期 同时也是数据的真空期 那这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不要做一些顺周期的产品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主要就是做主题型 那这个阶段主题型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AEI 对吧 好了 刚才我给大家提示什么 下半年我们的方向很明确了 因为随着稳增长的政策 目前就稳增长 稳什么 稳消费 对吧 扩大消费 房地产的消费 对吧 还有像新能源车的消费 带动消费 新能源车下乡 对吧 但是这个数据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四月份到五月份确定 已经是经济的属于一个下行阶段 六月份是触底阶段 那么七月份会不会迎来一个反转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是什么 今年的这个市场 其实是一个N字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反映到上证指数什么 这个N字形的左侧出现了 2885到3418 那么我们在昨天强调过 这个位置 3168点不是今年的大级别低点 大级别低点 预计在这个0.618的黄金风格位 3100点下方 3080点附近 然后形成 这个时间节点 大概率是在这个七月份 跟大家讲一下 七月的中下旬左右 形成这么一个低点 因为在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知道 咱们投资者 先有政策底 一定要知道市场就这个规律 先有政策底 对吧 我们看到本周还有一个消息什么 就是经济日报 对吧 任期我还给你强调 我们要有信心 决心 耐心 这不就是给你政策底的信号了吗 对吧 你这还唉声叹气呢 我给你做一个K线分析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K线分析 本周咱从周一开始 我们发现有几个特点 这是周一的分时结构图 发现周一的分时结构图 早盘和下午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 也就是这样的 震荡下行 然后再震荡 对吧 你看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周一的分时结构图 好 如果我不说 我们看一下 这是哪天的分时结构图 这是周三的 周一 周三什么 高开震荡 对吧 然后就这样 你看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上午和下午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给拉回来了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市场是在犹豫不决 周一周三犹豫不决 那么为什么在周二 我们强调过 形成一个阴线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公布了 五月份的PMI数据 低于50 48.8 就整体的而减的话 采购经历人指数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 在昨天形成一个 下午强势上涨的原因 是在于什么 就是房地产 相关性的一些利好消息 包括银行的 多家银行下调了 准备经历率 好 你看一下今天也形成上涨 汽车产业链形成反弹 那么说明什么 你看量也放大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就是目前仍然是在 政策底的阶段上 后面还有没有可能说 破这个3168点 是大概率 因为先有政策底 后有市场底 但是在这个阶段 我要告诉大家 是最好做短线的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什么 短线我们遵循几点 一我们要遵循是不是这个题材 一是题材 第二也就是行业 第三有没有消息 今天其实涨的都是跟消息有关 对不对 汽车是不是消息 对吧 猪肉下跌是不是由于这个数据不好的这个消息 是不是 反正是消息不好 是不是不能恋战 现在买的话会不会被套呢 我认为是错的 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 你要把眼光放的长远一点 为什么我说把眼光要放的长远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 科技投资有三个重要的要素 我再次强调一下 首先要有巨头的产生 什么是巨头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了像苹果链 那么苹果链里面就手机屏 对吧 手机我们所说的这个触摸屏 出现之后横空出世 出现了一个一系列的爆款 那好 这个手机整体的更新换代产业链 炒了多长时间 我告诉大家 非常长时间 五年以上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像那个时候一系列的这些厂商 就开始加入到这个触摸屏了 对不对 那么目前比如说苹果再出一个 苹果的iPhone 15 iPhone 16 它会不会像之前的iPhone 4 或者说iPhone 7 或者是哪个刚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形成爆款吗 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什么 已经容量已经是什么 形成一个饱和了 就它的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已经形成饱和了 好 那个时候才会形成一个顶部 你就像当时我们讲的 像力讯精密 像戈尔股份 一个主题型投资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炒作不低于三年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主题型投资 炒作不低于三年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先有巨头的产生 再有爆款的出现 什么是爆款 你比如说 之前我们讲到像降噪耳机 就是它有个替代的 降噪耳机 当时来讲话 也形成了爆款 所以说来讲话 连续形成一个连续的上行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每出一代 这个苹果手机 好恨不得凌晨两点 十二点就排着队 那现在有这种光景吗 没有这种光景了吧 就是首先有巨头的出现 然后有爆款 那么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什么呢 巨头是谁 微软 对吧 带领着OpenAI 这就是巨头 爆款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Trad GPT 那么这就是爆款 现在好像人人都开始学习 这个人工智能的对话了 对不对 包括还有什么呢 也就是有产业链 谁是产业链 这一轮的 英伟达是产业链 所以说我们当时 为什么炒作的是什么 华为产业链 华为的爆款是什么 是5G 5G的通讯 引领整体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连续了一个上进 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TMT板块在历史上 什么历史 2012年到2015年 整体的炒作 不低于10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2012年到2015年 银之节 就是TMT的10倍股 我跟大家讲 这还不止10倍 它的低点是一块钱 高点是多少 101 这个是银之节 好我们再看一下 铜花顺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位置也是10倍 包括我们再往后看 这都是在2012年到2015年 至少有10倍股 我们目前有没有10倍股 没有 我就告诉大家 一直都没出现 这是长量科技 2012到2015 那时候多少钱 一块钱 好了 51 炒了500多倍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目前的红博股份 对吧 红博 对吧 红博股份第一点 多少钱 4块5毛1 现在多少 38 到10倍了吗 没有对不对 你在看什么上海电影 是不是 有没有到10倍 8块钱的第一点 然后是34 对不对 这离10倍还太远了 随便找一支 什么这个中性出版 对吧 中国出版等等的 都没有到10倍 那么好 时间没有到 达三年 对吧 你到至少两年以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这个阶段 其实最适合做短线的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我们在前期强调的是什么 你不要看指数了 天天盯着指数涨跌 涨了好像能挣多少钱 跌了好像自己亏多少钱 跌的时候老去 哎呀 这跌了 是不是要跌到3000点 天天的 担惊受怕的 涨了呢 这个好像自己能挣多少钱 发现涨了也没挣到钱 现在叫主题性投资 所以说我们一代强调 要抓什么 短线 要抓油资 狙击短线 叫狙击油资 我告诉大家 目前就是油资的品种 红博为什么能不能大涨 就是在于什么 它是油资品种 北京文化 上海电影 上海木貌 等等的这些都是油资品种 有巨头 有爆款 并且有产业链 现在刚刚是产业链的机会 如果说整个AI 咱们所说的这个服务器端 它已经形成了个饱和了 没有增量了 那对不起了 可能市场形成高位 目前讲话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个导入期 导入期之中的什么 一个快速增长期 不停留可以 好ängen DIO